好 说完这些我们来说EOS R10的具体性能 首先是自动对焦系统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焦模式的菜单 最明显的就是灵活区自动对焦 包括这个整个区域自动对焦 并且在任何一个对焦模式下面 你都可以去选择是否追踪 这个跟EOS R7跟EOS R3的菜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的性能上我认为是一样的 包括我平时在拍摄照片 拍摄视频的体验也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认为这个EOS R10 就是把EOS R3的整个菜单全部下放下来了 你看之前M50 它是根本没有一个独立的AF的菜单的 对吧 甚至M62也没有一个独立的AF菜单 EOS R10有这样一个独立的AF菜单 里面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检测被涉体 动物 车辆等等 对 小软第一次看到这个菜单 发现这个什么意思 怎么还能拍动物 能识别车辆 对吧 他之前一直用EOS R6 也没有见过这个菜单 包括你可以看到可以去精细的去调整 不同的灵敏度 加速 减速 追踪 包括对焦向导 手动峰值对焦的提示等等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么多的设置 就跟旗舰级的EOS R3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 EOS R10即使是作为一台5000块钱的相机 它的对焦性能也是跟更高级的EOS R7 或者是跟旗舰级的EOS R3是差不太多的 因为我在这两天 不管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的使用体验过程当中 都没有发现它跟EOS R7或者EOS R3 有太多的差别 甚至包括转接 以及使用剪较环的性能 包括拍视频的时候 人背过去以后 识别后脑勺 或者说拍猫猫狗狗 拍鸟 都可以非常精准的识别到眼睛 甚至包括拍摄1080p 120p都可以识别到人眼 这个镜头大概有几年了 我觉得十几年前有的 这个造型一开始识别 戴口罩 人眼识别 你晃一晃的 你把我弄远一点 它不会 后面有什么 识别的很好的 眼睛都能识别出来了 对啊 哇 贼好 哇 后脑勺识别 我跟你讲 识别后脑勺 加弄最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 错好了 识别真的很有用 都能识别啊 这个就相比于M0 就强太多了 M0你可以看一下 你在使用定点对焦的时候 正常的对焦点 它是比较大的嘛 我之前在M0的节目里面说过 如果你拍摄的时候 人物比较小的话 经常会对到背景上 但是如果你使用 这种定点对焦的话 它对焦点虽然说比较小 但是此时的话 它就不能够使用 人眼识别了 人眼识别 这个选项是关闭的 所以相比的情况下 U4R10能够在 全自动的情况下 连续对焦情况下 还能在距离很远的情况下 识别到被口罩 遮挡到的 人眼提升 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 这个对焦系统 索尼其实是挺不错的 但是呢 它比如说 拍摄1080P 是没有人脸识别的 再比如说 跟富士对比 富士这个对焦系统 800年都没有变过 不管是它的 这个对焦点的移动 还是对焦的模式 就这几种对焦模式 然后包括人眼识别的 准确率 稳定程度 都是比较一般的 甚至在视频模式的情况下 你只有两种对焦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种是整个屏幕的对焦区域 一种是只有一个小区域 你甚至没有办法 在视频模式去 做一个追踪 点击一下追踪某一个东西 不是说人脸 而且富士这个人脸识别 大家用我懂得都懂的 脑袋一转过去 立刻就识别不了人脸了 在对焦系统的 综合性能上面 你可以看到 当下放了 UOS R3这种级别的 对焦以后 干后面这些相机的 对焦系统 简直是杀机用牛刀 对吧 所以在对焦系统方面的话 我觉得UOS R10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 可挑剔的缺点 然后是连拍性能 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你可以选择高速连拍 是15张每秒 刚刚大家可以听到 速度很快 但是你会发现 它缓存很少 如果拍摄RAW加JPAC的话 它基本上是 一秒钟就结束了 当然了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 设置RAW格式 把它给变成CRAW 它的画质 不会下降太多 但是可以提升 缓存的数量 大家可以听一下 大概就提升一些缓存 当然很多人会说 我不拍摄RAW格式 我只拍摄JPAC格式 这个缓存 可能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个R10 这样价格的相机来说 已经提升了很多了 因为它是15张每秒的连拍 所以如果你拍摄一些运动 或者拍摄一些猫猫狗狗 自己小朋友跑来跑去 你是有更高的几率 去抓到自己 想要拍的东西的 你看M50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连拍的速度 如果我开成联系对焦的话 这个连拍速度就会下降 更不要说它的缓存 我开启RAW格式 大概就几张 没了 所以这个相比于M50来说 提升还是非常巨大的 像其他的这些厂商 比如ZV-E10 它是11张每秒 但是它连拍的时候 有RAW格式比它有下降 ZFC的话 大家可以听一下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速度 这还是延长模式 如果我给它调成 标准的高速连拍 这个连拍的性能就很差了 对吧 富士X14 机械快门最高是8张每秒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反正就是差不多的感觉 如果你使用电子快门的话 可以设置电子快门 这个时候ZV-E10 是可以达到23张每秒连拍的 因为拍摄RAW格式 所以它消耗的很快 反正是如果你需要高速连拍的话 我觉得ZV-E10是完全满足 普通人日常的拍摄 数张每秒不够 而且每张都是2400万像素 在连拍方面的话 ZV-E10也是有ZV-E7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RAW格式连拍 我给打开以后的话 可以以非常快的速度去拍摄RAW格式 并且还有预拍摄 可以保存快门按下的0.5秒之前 所有这些RAW格式的照片 虽然说因为是电子快门 它有卷帘快门的效应 但是它有这个功能 你用到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但其他相机就没有这些拍摄性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机械快门也好 电子快门也好 包括这种预拍摄也好 ZV-E10在连拍的性能方面 是完全碾压后面这些机器的 并且在这么快速的连拍的情况下 它有跟旗舰级的ZV-E103 一样的对焦性能 可以保证你几乎每一张 都可以准确的对焦 然后说一下防抖 因为ZV-E10 它是没有像ZV-E107一样的精神防抖 它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帮你去缓解 拍摄视频时候的抖动 当然我也在外面做了一个对比 首先是纯镜头防抖 佳能的IS防抖的话 相比其他厂商的OISS防抖 VR防抖 我觉得都是要表现更好的 你可以从对比的画面看得出来 它明显是要比索尼相机更稳定的 只是纯光续防抖 都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当我也测试了一下纯数码防抖 我E10-E10只开了一级的防抖 你可以看到它的防抖的效果 也要比索尼的Active防抖 开启以后更稳 而且索尼Active防抖开启以后 它的画面剪裁更多 两个相机都使用了16毫米的镜头 不管是镜头光续防抖 还是数码防抖 E10-E10都有很大的优势 其他的相机像ZF-Z 或者是富士的相机 它的数码防抖和光续防抖 懂得都懂 我之前在Z50的节目里面 已经给大家比较过了 所以我也不太想比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视频的性能 E10-E10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存储自定义功能的 我这个之前忘说了 你可以看到在扳手菜单下面 是没有办法存储视频模式的 相比于E10-E10来说 会有些尴尬 不过我觉得我已经挺满意了 因为E10-E10它的视频的性能 是非常强悍的 它可以拍摄4K 30帧的 超采样的视频 也可以拍摄一个有剪裁的 4K 60帧的视频 所以你可以基本上认为 它也是有一个4K 60帧的视频 这个剪裁的4K 60帧 跟E10-E10一样 我觉得也是有挺大的优势的 因为它稍微有一些剪裁 反而会赚一些长焦 你像我们在外面 就有一天晚上在拍月亮的时候 像E10-E10拍的时候 用24240拍 它就只能够拍这么大 但是我用E10-E10 因为它本身是APS-C化 所以它有一个 1.6倍的等效转换系数 然后再加上一个4K 60帧的剪裁 它又有一个 进一步的等效焦段的转换 所以最终拍摄出来的画面 也可以看到是这么大的一个月亮 再包括有一天 我们在卓正元里面拍 EFS的1755这个镜头 长焦端我觉得不够长 但是我这时候开成4K 60帧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剪裁 反而获得了4K 60帧的情况下 视角会更窄 可以拍得更远 再包括我们晚上去拍摄游船 我在岸上走的时候 因为天色比较偏暗 我用了适码的18-35 开大光圈F1拍摄 但是35毫米 它的长焦端还是不够长 等下50 但是我开成4K 60帧的话 它的视野立刻就会 变得更加的特写 所以我就可以 更重点的去拍摄船头的小软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4K 60帧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关于这个画质的话 我后面马上就会给大家对比 也可以拍摄高帧率的视频 可以拍摄1080p 120帧的视频 并且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可以自动对焦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 都是OK的 你可以看一下 M50它的这个升格也有 但是打开高帧屏 看只有720p 并且不能够开数码防抖 不能够自动对焦 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用 这个M0的这个升格 但是EOS R10这个1080p玩 真还是非常可用的 具体的画质对比 我会在后面给大家讲 并且如果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开启HDR拍摄的话 它是可以拍摄 H265的420bit的视频 虽然说EOS R10相比于 S27来说是没有C-Log的 但是这个HDR-PQ呢 其实基本上跟C-Log3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说 没有C-Log3啊 只有这个HDR-PQ 是不是相比于 其他有Log的机器 比如说索尼的S-Log 和富士的F-Log比会有一些差距 我做了很多的 非常复杂的测试 包括HDR跟Log对比 HDR跟HRG对比 我不想讲的太复杂 总结一下就是 HDR-PQ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把它转换成C-Log3 甚至你也可以转换成S-Log或者F-Log 所以HDR-PQ跟Log 其实只是一种 不同的视频曲线的表现形式 本质上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它可以记录很高的状态范围 你后期调整的空间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大家是不需要担心的 关于HDR-PQ怎么通过后期调色 怎么转成709 怎么转成C-Log3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给大家讲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期视频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 EOS R10只是有HDR-PQ 是不是相比于其他机器 在动态范围上面有劣势 是没有任何劣势的 但是EOS R10在HDR-PQ开启的时候 它有420比特 这就相比于其他的相机来说 有巨大的优势了 Z-E10它内录只有4208比特 富士的XE4它内录F-Log的话 它只有42010比特 所以这两台机器在Log的情况下 你后期调色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画面看不太出来 因为B电可能也会有压缩 我直接给大家看 调完色以后的波形图 你可以很明显的 从波形图上看得出来 这个天空有明显的断层 这个就是因为4208比特 和42010比特 它的色阶采样是有缺陷的 但是如果你看EOS R10的 HDR-PQ的420比特画面 它的天空是完全没有断层的 是非常平滑的 所以EOS R10在视频拍摄方面 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再包括EOS R10它也有4K60帧 虽然说有点简单的 相比于ZE10和XE4 包括M50我就不说了吧 都有很大的优势 4K60帧和没有4K60帧 是区别非常大 当然像尼康的ZFZ啊 Z50啊Z30 它甚至连Log都没有 更不要说什么320比特了 我这个就不比了 相比于尼康来说 这个几乎是完爆了 接下来说一些其他的问题 跟EOS R3 EOS R5 EOS R6 EOS R7一样 当你开始拍摄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直方图和水平1 都是立刻消失的 我也不知道 应该说这个是继承的 优良的传统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EOS R3 EOS R5 EOS R6 EOS R7都用过来了 觉得这个也不是 太大的问题 反正这边是有 这个半码线的设置 你可以把它给它打开来 处理自己的曝光 这个跟EOS R3 EOS R5 EOS R6 EOS R7一样 如果你拍摄HDR的话 记得把这个HDR的选择的范围 变成75%加减5 或者是80%加减5 根据你选择的这个 高光色调优先选择的选项 使用不同半码线的设置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你没有脂肪图的情况下 获得更好的曝光的指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继承了优良传统 就是当HDMI显示 选择纯净的HDMI输出的时候 是不能用内录的SD卡去记录的 所以如果你想用外接的监视器 同时内录的话 就没有办法 关于机身的各方面的性能 外观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 具体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的性能了 我跟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几台相机 都有做过比较全面的对比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EOS R10 它是27400的像素 跟EOS M50差不太多 所以解析力方面的话 在DSO的情况下 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如果是高ISO的话 我觉得好一丢丢吧 其实跟EOS R7和M62 比较的结果是差不太多的 我觉得本质上 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动态范围就要好一些 可能是用了新的CMOS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当我把曝光拉起来的时候 在暗部EOS R10 它的噪点和偏色 都会保持得更好 M50就会偏得非常的厉害 跟其他相机的对于 比如说索尼ZV10 也是2400万像素 所以其实DSO的话 基本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包括高ISO也是一样 佳能它在高ISO的情况下 ISO越高 可能画质会越糊一些 这个跟之前佳能相机 区别不是很大 但是动态范围方面的话 跟ZV10比的话 你就发现确实 佳能的CMOS 在这方面的表现 还是不如索尼的CMOS 甚至是索尼几年前的CMOS 不过我觉得 像这种后期曝光5档 才能看出来区别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E不是非常大 你想EOS R10的用户 大部分 甚至可能不会去 拍摄Rog的时候去处理 那跟X14来对比的话 X14用的是 富士非常经典的 2600万像素的CMOS 但是它是用的 X转式排列 所以在解析力方面的话 是不如UXR10的 2400万像素的 不过在高感 和动态范围方面 是要比UXR10要好一些的 但是好的也不是特别多 那跟尼康的ZFC来对比的话 因为尼康这个CMOS 只有2000万像素 所以解析力方面 肯定是不如UXR10了 高感的噪点表现 和动态范围 反正放照片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整体觉得 UXR10这个2400万像素的 XMOS 在照片拍摄方面 相比于其他镜品来说 是没有落后太多的 在日常用的话 几乎看不出太多的区别 所以在照片画质方面的话 我就不讲的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 现在影响照片画质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说对焦系统 是不是能对上焦 防抖是不是好 镜头的素质怎么样 在这方面的话 UXR10 我刚刚给大家讲过了 它其实能够更好的 去保证拍摄照片的画质 相比其他相机来说 成功率更高 然后我重点讲一下 视频拍摄的画质 因为UXR10 在这方面提升是非常大的 首先自己跟自己对比 1080P60帧的画质 和1080P120帧的画质 是完全没有下降 这个是跟UXR7 是相同的表现 甚至高ISO的情况下 噪点水平也是非常接近的 这个是比较惊喜的 因为我是有点担心 UXR10它的1080P的画质 有点不一致 4K30帧和60帧的对比 4K60帧是有剪裁 大概就是如果用 35毫米的镜头 拍摄4K60帧的话 你要赚到22毫米 视野是差不太多的 通过这个对比的画面 你会发现 这个解析力确实是下降了一些 毕竟它不是用了整个SAMS 但是这个解析力 也并没有下降太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 即使说是一个剪裁的4K60帧 我认为它也是有一定超采样 或者是说这种点对点的 反正这画质是挺不错的 高ISO情况下噪点水平 我觉得大概差了一档 那么跟M50来对比 那M50大家都知道 这个视频的画质 就非常的差劲了 很显然 USR10的1080p的画质更好 尤其是在高ISO的情况下 随着ISO的增高 画质下降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M50就会 越来越糊越来越糊 升格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720p的120帧 是完全没有办法 跟一个没有降低画质的 1080p120帧来对比的 高ISO就更不用说了 基本上M50这个升格 就只能够说 我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才会用它 那M50呢 它其实是有4K视频拍摄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只能够拍摄4K24帧 如果你从Q菜单去更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在换到4K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剪裁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USR10的4K 跟M50的4K 有多少的提升 因为USR10有4K的超彩样 所以很明显是要比 M50的4K还带了个剪裁 画质要更好 尤其是高ISO的情况下 噪点水平和解析力量 都会因为超彩样 而把差距拉得越大 而且呢 M50在4K拍摄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使用双核对焦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对比画面 为什么M50一直在对焦 在抽风 就是因为它只能够使用 反差对焦 所以USR10在4K方面 提升是非常大的 USR10 4K60帧 也是有简单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 USR10的4K60帧 反而解析力会更好 高ISO的情况下 也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USR10这个4K60帧的画质 确实是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富士的XE4 富士的相机大家都知道 拍摄视频的话 不管是1080MP还是4K 都是有超采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USR10跟XE4 在解析力方面 是打得有来有回的 但是富士的XE4 在高ISO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它保持解析力的能力 会更好 但是噪点水平会更高 这个就是一种权衡 如果你降到更多的话 解析力肯定就会下降 1080MP120帧的情况下 XE4是有一个剪裁的 但是在剪裁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解析力会保持得更好一些 当然噪点也是跟1080MP一样 更高一些 4K因为两台相机都有超采样 所以我觉得差不太多吧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非常较真的话 你会发现 XE4还是稍微要好一些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了 传统的视频画质 拉跨大厂佳能 现在能跟传统的 视频画质 牛厂的富士 打得有来有回 你就知道这回 USR10的视频性能的提升 到底有多大 当然因为USR10有4K6帧 XE4是没有4K6帧的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优势 跟尼康的ZFC比 因为尼康这些APS-C画质的相机 都没有内露LOG 所以我只能够使用 USR10的标准模式 没有开启HDRPQ的模式来对比 很明显看得出来 1080P 它在电池的字上面的解析力 要比ZFC好 虽然说尼康ZFC 它的1080P 也是有一点点超采样的 比索尼好 但是USR10更好 高ISO的情况下 你看着好像ZFC 在电池上面字的一个边缘 反差更高更明显 但是实际上 你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这些字都糊成一坨了 尼康的相机只是增加了锐度 但是没有还原出更高的解析力 而佳能的话 这边的解析力就会更好 声歌也是一样的 佳能这边因为1080P 画质是没有下降 表现要比尼康ZFC好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 USR的噪点水平 还要比ZFC好 所以这个就是优势非常明显 4K的情况下 因为两台相机都有超采样 但是由于 USR10是2400万超采样 ZFC是2000万超采样 所以解析力表现肯定是要比ZFC好 高YSO也是跟1080P一样 你看看这解析力是不够好 而且噪点更多 再加上ZFC 它视频性能方面 又没有420bit 又没有log 所以USR10 基本上是完全碾压 ZFC的视频性能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索尼ZV-E10 其实我不想把它拉出来欺负它了 因为众所周知 索尼的APS-C画幅的相机 摆了好几年了 从最开始的A6300 到最新的ZV-E10 到高端的索尼A6000 它的视频性能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USR10 它的这方面表现 能比ZV-E10好多少 ZV-E10108MP肯定是很拉的 所以108MP肯定是比不过 高YSO差距就更加的明显了 升格ZV-E10 有剪裁 画质又有下降 跟没有画质下降的USR10比 肯定也是比不过了 到高YSO的情况下 画面直接就造点爆炸 4K因为ZV-E10 它是有超采样的 但是大家记得一点 ZV-E10 它在4K24帧的时候 是全画幅的超采样 但是4K30帧的时候 是有一个1.1倍左右的剪裁的 所以其实 所使用的CMOS的面积 是跟USR10差不多的 因为USR10 它APS-C画幅是1.6倍的剪裁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都有超采样 解析率是差不多的 但是ZV-E10 它只能够内录4208比特 所以在拍摄一些高频信息 并且色彩比较丰富的场景的话 你很明显可以看到 ZV-E10这个4K 烈化非常严重 像素色彩的过度就非常的差 反正画质是没有办法 跟USR10只比了 再加上ZV-E10又没有4K60帧 所以视频性能也是不如USR10 好的 那么关于佳能USR10这台相机 外观操控 性能 画质等等 各方面的内容 我都已经完全讲完了 我相信大家看到现在为止的 应该会对于这台机器 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它的出摸操控的体验 系统菜单的设计 波轮的数量 自定按键 自定模式 下放了USR3的旗舰机的对焦性能 包括智能的人脸 人眼 后脑勺 动物车辆的识别 转接的性能 剪较环的对焦性能 防抖 包括各方面视频的性能 应该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USR10这台机器 在各个方面的性能 都要比后面这一种 白烂机要强了很多 虽然它们都是同价位的机器 但是它多多少少 在某一方面的性能 都是有缺陷的 但是USR10可以说是 几乎没有短板的一台 入门级的相机 你跟后面这台相机去比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像一个完美的公主一样 你很难挑出 它让人不满意的点 甚至包括跟后面的 加拿的USR M62来比 虽然说它3200万像素 它的操控可能 稍微更专业一些 但是其他方面的性能 虽然说我没有对比 但是视频方面的性能 画质等等 我觉得也是不如USR10的 所以问题就来了 这5000块钱 买USR10 是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它在各方面的性能 都是超过后面 其他这些相机的 除非你有非常明确的理由 比如说 我很喜欢复古的样子 我可以选择Nikon ZFC 它确实上面的一些波轮按键 做的都非常不错 或者是复视的一些相机 像旁周一样 下面也有些波轮按键 或者是我喜欢更好的镜头群 那我索尼E卡口的有镜头群 加拿的EFM卡口 也有很好的镜头群 我确实没办法 因为觉得镜头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其他的性能 包括操作体验都无所谓 或者是我喜欢复古的颜色 我不会后期套辣 我也不会后期处理RAW去调用 我就想直出 就非常好的颜色 那复视的相机 胶片的颜色非常的不错 你可以选择复视的相机 除此以外 如果你想要非常好用 综合体验又非常好 性能又非常好 价格又非常合适 并且能够在现阶段接受 转接镜头去使用的话 EOS R10可以说是 没有任何理由让你不买它 我最后真的想说一点 就是我真的搞不清楚 那些喷EOS R7 EOS R10的人 做了这么多的实拍的照片 实拍的视频 同时拍摄的防抖 这些东西都给大家看了 非常确凿的证据 EOS R10 EOS R7 都是要比其他这些相机优秀的 这搞不懂 为什么那些人 要喷EOS R10 EOS R7这些相机呢 要呼吁大家 不要去买EOS R10 不要去买EOS R7呢 它的优势那么多 仅仅是因为它性能太全面 几乎找不到缺点 而嫉妒它们 或者说是收了竞品厂商的钱 故意去黑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买EOS R10 EOS R7的人 真正花真金白银去买相机的人 他肯定会能真实的去体验到 EOS R10 EOS R7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所以我建议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去买开相机的话 有条件的话 去使用一下 跟其他这些相机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我说的EOS R10 这些看似非常完美的褒奖 确实是事实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 接下来索尼 尼康 富士 怎么去应对EOS R7 EOS R10 这些机器 因为这些厂商 在APS-C画幅的机器上 真的已经摆烂太久 希望它们可以拿出 5000块钱 9000块钱 性能更好 使用体验更好 更让我有购买欲望的相机 好吧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